不公告修权动法 爆发16岁学生被动员造册 甚至媒体要被管控的争议后 这权动法是不是真的下架 画上休止符 没有所谓下架的问题 没有什么下架的问题 就是还是要继续退 各邀请各部会 针对问题在做一个事件的说明 换句话说 权动法只是此刻暂时不动 两岸难道真的离战争这么近 去年佩洛西访台 共军围台军演 距离台湾160公里的海峡中线 彻底消失 共机逼近24海里 几乎离台不到30公里 如果美国众议院议长再来 后果是不是更惨 你们有没有做什么样最坏的打算 就假如比去年这个状况还要严重 去年很严重 今年的话可能 24海里要接近到12海里 甚至于这个动作 那今天就打起来了 对没有错 所以我们的预划也就如此 尽量避免让它实处有名 专家说12海里等于进入台湾主权领空 威胁是这样 你在陆地上 在海岸上可以看得到攻击 那现在到12海里的话 可以看到我们的台北的101 12海里战机的话 大概一分钟两分钟就到台湾 那换句话说对我们台湾 将来的话整个大病例过来 我们完全没有反应的空间 你紧急起飞也要六分钟 那两分钟就过来了 那这样的话我们怎么样去应对 没有宝贵的一几时间 你就没有缓冲 没有缓冲的话你会猝不及防 政府说绝对不会让16岁学生上战场 而是去做医疗消防和运补 但专家这么说 你动员他们那不是当炮灰 打仗所有地方都是战场 因为台湾只有三万六千乒乓公里 把这年轻人拿去运捕 拿去做战伤后送急救 都在战场都在炮火之下 怎么可以说不在前线呢 我们台湾旁边一开战炮火一响 没有人说哪个地方不是前线 都在炮火的笼罩之下 视生命为儿戏啊 到底是谁逐渐把战火引入百姓生活 谁能维持两岸永久和平 未来铁定票最多 记者陈珍茂王政台北采访报导 来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呢 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呢 会变成什么 变成水 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个百字千次 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 那家里有小孩的孕妇的都可以很适用 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 请上快点go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就会有折扣哦 谢谢大家